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能够抑制我们的炎症呢 第一当然避免一切的诱发因素 比如说阳光啊 辐射啊 我们这个夏天如果中午出去晒太阳 一晒皮肤就红了嘛 红就是一种炎症反应 所以紫外线电力辐射 各种各样的外来的微生物 重金属 杀虫剂 以及各种各样的毒物 这些都是我们炎症的诱发原因 所以我们说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 我们身体就容易有炎症 长期的炎症就容易病变 不管是室内污染还是室外污染都是一样的 这些毒素都会引起身体的炎症反应 所以尽量少让自己暴露在毒素当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么适量的运动会减少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和我们久坐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增加运动是降低炎症反应的形式之一 我们一般什么叫做久坐呢 其实像我们这样做都太久 所以记住 因为我们没办法 因为坐久了 一般坐超过半小时以上 血液情况就减慢 血液情况减慢 身体毒素就多 我们排毒能力就比较差 所以身体就容易产生炎症因子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你即使坐着要拉拉筋骨 最好起来稍微左一下 有些人是一天一直坐下之后再去运动的 这样其实效果也不好 所以要尽量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 就不能够坐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第二个要采取的运动 而且这种运动是非紧张的运动形式 非紧张的运动形式对炎症才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太极拳 站桩 坐禅 八段寝 这些都会减少身体的炎症 激烈的运动会增加身体的炎症反应 因为一个是激烈运动会造成腹上腺素增加 身体会处于硬肌的状态 身体处于硬肌的状态会产生炎症因子 那激烈运动也会造成我们机体损伤 也会产生炎症反应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养生运动不用太激烈的 职业运动也是这样的 因为职业运动是产生炎症的 舒缓的运动才是减少炎症的 所以要做激烈运动的时候就必须身体要保护 草本的蛋白质一定要够 所以要采取减少炎症的 它必须是舒缓的运动 那食物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双重劫色 食物吃得好身体炎症会下降 食物吃得不好会提升我们的身体的炎症 所以健康的食物也叫做抗炎的食物 一般我们讲的是含糖量少的饮食 以植物为主 高纤维必须脂肪酸这些 那么同时呢 减少摄入低饱和脂肪 反食脂肪 精致炎 碳水化物 所以健康的饮食呢 是相对呈碱性 那甲比比较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哪一些饮食呢 是减少炎症的 就是我们蔬菜 水果 这些坚果 种子 豆类 这些会减少炎症 哪一些会增加我们的炎症呢 反食脂肪会增加炎症 所以我们食物表里面有精炼植物油的那种 包括现在面包啊 蛋糕啊 那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当中都会有反食脂肪的存在 那这些反食脂肪会产生身体的炎症 因为反食脂肪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直接识别 自己还是飞脂 反食脂肪一吃进去身体马上就识别是飞脂 一识别飞脂它一定会产生炎症反应 精致的糖吃太多也容易产生炎症反应 垃圾食品 比如说你吃烧烤啊 这些啊 本来有很多的化学添加剂在内的 本身也会产生炎症反应 所以只要身体识别的产生是飞脂的 那一定产生炎症反应 所以食物当中尽量吃的是 营养素肯定是身体识别是自己的 不会产生炎症反应 所以现在的饮食结构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很多的添加剂成分 有很多的抗生素 有很多的激素 那这些呢 我们身体都会识别变成飞脂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无法解决 所以要保证自己的健康 你只能够尽量多吃什么 扭出来 扭出来吃好之后再吃一些快乐食物 虽然快乐食物会产生炎症 但是我们的营养素是足够的 相对来讲它产生炎症的概率会低一点 所以饮食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结构 让我们身体不会产生很多的炎症反应 所以这是生活习惯改变的第二个就是饮食结构 第三个就要管理压力因素 紧张精神压力 沮丧悲观的情绪都会抑制免疫系统 从而引发炎症 急性的精神压力 睡眠不足 体力消耗 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得传染病的概率会非常的高 所以长期的炎症的人 就是他一般来讲情绪都会有一点问题 就消极悲观的情绪 在体内会引起我们的炎症反应 所以在这里呢 情绪压力会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当我们消极悲观 心里有问题 睡眠就会障碍 就又会有失眠的症状 又加剧了身体的炎症反应 所以我们说轻松愉快的体验 可以减少炎症反应 促进神经内后命状态的正常化 并允许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的正常发挥 所以情绪管理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乳腺癌 还是身体的炎症主要跟情绪管理有最大的关系 所以要进入一个非常放松的环境 那如何让自己放松呢 一个是经常去那个护养离子浓度非常高的地方会放松下来 第二个呢我们在一个积极的向上的有目标的环境当中 那我们的炎症会比较少 在一个消极的环境当中炎症就会比较多 所以这些呢气场都会影响造成体内的炎症 所以我们自己要找到一个减压的手段和方式 你觉得我做哪件事 我去什么地方会让自己放松 就要定期让自己放松下来 不要让自己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紧张的一个状态 所以要懂得放松疗法 那有些人会加入其他的一些组织去做一些放松 但我认为呢自己的放松形式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的话我们再做一些组织在一起的 一起在笑啊一起冥想啊都可以 那当然没有办法真的很严重的 那就要去心理医生做那个医疗的方面的支持了 那瑜伽呢是两面性 因为我们这群人我们现在开始做瑜伽 不能太拉拉得太厉害就紧张 一紧张反而炎症厉害 还会出现损伤啊 第一个宜家教练要专业 第二个必须放松 不能够拉得太厉害 所以呢改变自己管好自己的情绪和压力 也是管理炎症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那如何让自己放松 大家选择自己的方式啊 所以我们说呢干预的时候呢 首先呢第一个呢不要暴露在呢有毒的环境底下 第二个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运动 包括饮食结构 包括我们的那个情绪压力的管理 当然我们三餐饮食上呢就可以做干预啊 可以做干预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隐性饥饿了 所以如果呢我们三餐的营养素是足够的 身体的营养素不会出现了细胞二的状态 那自然炎症因子就会少 因为细胞二的状态很多细胞功能就丧失 组织器官功能受损伤 那组织器官受损呢就会启动免疫机制 因为这些受损的会会识别变成肥脊了 肥脊就要启动免疫反应 一启动免疫反应就会有炎症产生啊 所以必须让自己的身体保证 营养素的足够和充足啊 所以这是我们在谈的呢就是营养素的干预在炎症方面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正常的早上吃足够的营养素 那保证我们呢一天的活动下来呢 细胞呢营养是足够的 所以一天活动下来就比较不会产生损伤 这样就不会有炎症 然后呢晚餐这餐营养素足够 我们晚上就能够修复细胞组织 细胞组织修复好之后呢 损伤就小 我们也比较不会产生炎症啊 所以健康餐对炎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保证着我们细胞一个是不会饿 因为饿了就会有组织损伤了 第二个会很好的修复的状态 所以健康餐是一个保证我们身体不会产生炎症 减少身体产生炎症的餐 那除了健康餐之外呢 那Omega3脂肪酸是抑制炎症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 那临床上已经研究出了 对肾炎阿尔茨莫兹症痛经 以及癌症的二体质呢 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所以要么我们额外补充Omega3脂肪酸 就是我们深海鱼油 或者我们直接呢吃贝利剑黄煎组合里面 本身就有深海鱼油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选择 所以鱼油呢会抑制身体的炎症反应 那益生菌呢一样的道理 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毒素 跟益生菌有关系 益生菌会调节免疫上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身呢它会有解毒的作用 那它也会有抗菌的物质 所以让致病菌呢比较难以生存 那让致病菌难以生存 我们体内炎症自然就会少掉了 所以呢它会让我们的肠道菌情正常化 所以自然的话会调整我们身体的炎症反应 所以炎症反应的时候 我们要加什么 益生菌最简单的就是睡前吃个两三条益生菌 会减少身体的炎症反应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干预呢 就是天然的植物化合物 就是我们讲的植物营养素 对炎症因子的干预 植物营养素像虎皮素 卤香 姜黄 甘草 葡萄茨提取物 等等这一系列 我们通通把它叫做植物营养素 那植物营养素也是所谓营养素的一种 我们以前研究蔬菜水果 主要研究里面还有哪些维生素啊 还有哪些控制啊 现在研究蔬菜水果 除了研究这些之外 我们重点研究的是蔬菜水果 以及一些中草药里面 对身体有用的这些有机化合物 我们通通把它叫做植物营养素 那植物营养素是非常多的 它对身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调节我们身体机能的功能 比如说连花青素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然后提高身体棉系统的能力 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所以在植物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素 那这些植物营养素的功能 也是写在各种书上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机民膳食参考事物量2013版上 去看这些营养素的功能 也可以在功能性食品学当中 看这些营养素的功能 也可以在百度百度上直接查 这些植物营养素的功能 那植物营养素呢 有它各自的功能之外呢 它会有通用的功能 因为植物营养素要保护植物嘛 免被阳光啊 氧气氧化掉 所以植物营养素都会有一个功能 叫做抗氧化的功能 那抗氧化功能会延缓身体的衰老 那会调节免疫力 记住是调节免疫力 就免疫力太高给它调低 太低给它调高 这是植物营养素的作用 然后会有抗炎抗微生物的作用 因为呢 要抵抗微生物 只能靠什么自身的这些植物营养素 来抵抗微生物 调节内分泌的作用 所以这些功能都会呢 降低呢 慢性病的风险 所以植物营养素在抗炎方面呢 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很多的 中草药 为什么会用中草药 因为它会有抗炎的作用 那么在临床医学 就是在西医里面 我们也会用一些消炎药 那么这些和植物营养素的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哪一些是属于消炎药呢 有一个阶段呢 普通老百姓把抗菌素叫消炎药 因为我们有续菌感染就会发炎嘛 所以我们以前用青霉素 后来用的头包 这些呢 把续菌给它消灭了 那炎症就少掉了 所以我们把抗生素叫消炎药 抗生素不是消炎药 抗生素是抗生素 只是呢 把续菌灭了 我们炎症就没有了 所以抗生素没有消炎的功能 它只有呢 杀死续菌的功能 我们现在常用的消炎药有几类 一类呢 是那个激素类的药 像强迪松 地赛米松 这些是激素类的药 一类呢 是属于非载体类的药 像阿斯匹林啊 护罗芬啊 这些是属于非载体类的药 那还有一类呢 是属于生物质剂类的药 像类克啊 这些是属于呢 生物质剂类的药 那这些药呢 在消炎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不管哪个药 它在临床医院上消炎的原理 就是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给它抑制下来 比如说我们脸上长了一个大豆豆 你把强迪松在这个豆豆上一涂 你就发现豆豆就没了 那豆豆梅的原理呢 就是强迪松把这个局部部位的免疫反应给它抑制住了 所以不产生免疫反应自然不会红肿痛了 但是呢 这里面的毒素啊 有没有清除掉呢 是没有清除掉的 我们只是把这个局部的免疫反应给它 弃除掉了 所以呢 吃这些临床医学的药的 它的原理就是把我们的免疫质问功能给它降下来 就不产生免疫反应 不产生免疫反应就不会发炎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我们知道说呢 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除了免疫质问功能之外 还有免疫监视和免疫防疫 所以当吃了这些消炎药之后呢 我们整体免疫能力就下降 整体免疫能力下降 第一个免疫防疫能力下降 免疫防疫能力下降的话 身体抵抗续筋病毒能力就下降 所以长期吃这些免疫抑制剂的药的这些人呢 他容易感染续筋病毒 那么在新冠病毒感染 在病毒感染的时候 这些都是高危人群 因为它的免疫力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会下降呢 我们身体有一个叫做免疫监视功能 清除体内的肿瘤细胞 所以吃了这些药之后呢 免疫力下降之后 肿瘤细胞就无法及时清除 所以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肿瘤细胞产生 当你没有清除之后 它就会在体内储存下来 所以长期吃免疫抑制剂的人 他一定是属于什么体质 肿瘤体质 他容易得癌症 所以这些人都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免疫力 要注意免疫力 曾经碰到一个小女生 她是属于红帽狼疮 我说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免疫 他说医生给他开药 一天吃两个 永远吃一辈子吃 那我说你的免疫力一定要注意 他刚开始听不懂 到什么时候他就懂了 有一次骑电动车摔倒之后 脚磨破皮了 我们脚磨破皮随便红药水 擦擦他就好了 所以他也这样处理一下 三个月过后 脚磨破皮的那个地方 就往里面烂进去了 因为他是在乡镇 去到乡镇卫生院 卫生院都不给他处理 因为他烂得太厉害了 最后找到一个老中医 慢慢地用中槽给他清洗干净 再服上了中药 因为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的 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 我也碰到一个开连锁餐饮店的老板娘 钱当然是非常多了 但是他红瓣狼疮已经20年的 他说我现在控制得很好 因为以前他每天要吃七颗的强体重 现在吃半颗强体重就控制住了症状 我说不是你控制得很好 而是你用了20年强体重做免疫力极度低下 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一旦有吸尽病毒感染 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他说我也知道 所以每一次只要有病毒感染 一病毒感染 他就跑去ICU病房去了 因为他有钱 所以一个病毒感染 我说这个也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免疫 长期用激素烈的药 很容易造成骨质疏松 那天刚好我们一个正骨疏松 他颈部上服了一个很大的护盔包 我说你帮他摸摸看 这个能不能用正骨手法给他处理一下 正骨疏松很专业 给他摸一下 这个已经不能处理了 全身的骨质疏松非常严重 如果像我们脖子一掰 他就塌了 就不能够再做正骨手法了 就长期20年的强激松 骨质严重 疏松 他不能摔倒 一摔倒就塌了 很多时候到最后 骨关节都会塌掉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对吧 OK 所以这是长期用药 那还有那就伤肝和伤肾 一定会出现 所以他去体检的话 体检包括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所以我们说呢 用临床上这些药呢 它是抑制了症状 但其实呢 身体健康状况会出问题 那很多时候在急症的情况下呢 它也会有矛盾点出现 比如说我们新冠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是把肺泡细胞变成病毒细胞 那这个病毒细胞在我们免疫系统识别 是自己还是飞机呢 自然就是飞机了 飞机我们就派吞噬细胞把它吞掉 关键是新冠病毒感染是成片的肺泡细胞 全部都死亡了 那成片之后很多的棉细胞在这边 积极之后就会产生炎症反应 我们讲炎症反应呢 第一个就是变质 第二叫肾出 所以就会有大量的液体 从血管跑到肺部来 跑到肺部来之后 就会堵塞掉我们的气管和直气管 所以在武汉很多新冠病毒感染 去世的那些人到最后做解剖 那死亡原因并不是肺泡细胞全部死亡 大部分死于什么呢 气管 直气管 微小气管 液体堵塞 堵塞到最后呢 窒息死亡 那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液体呢 身体的免疫反应产生的 所以在这边它会有一个矛盾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 我们需要提升免疫 但提升免疫 免疫反应会非常厉害 很多液体渗出来会堵塞到气管和直气管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一些药 把它的免疫反应给它降下来 那临床上用的药大部分是激素类的药 这些药呢 把它降下来之后 我们的免疫力就下降了 因为那个SARS病毒的时候 用了很多的激素类的药 因为它是快速感染 那个病情会比新冠病毒呢 快速非常多 所以需要用到大量的激素 那当然新冠病毒呢 相对来讲比较温和一点 那所以呢 为了让它呢 免疫反应少一点 就会用一些激素类的药 那激素类的药它的原理是做什么用的呢 降低免疫 可是我们病毒感染需要什么 提升免疫 所以它这边一定会有矛盾点的出现 那怎么办呢 只能够说我们免疫力足够强 降低一点点吧 不要反应得那么厉害 所以在降低一点免疫的同时 我还能够抵抗新冠病毒 那我的身体就好了 那降低一点免疫的同时 我无法把新冠病毒意识住 那我就over了 所以在这里面 它会有呢 矛盾点的出现也在这里 所以后来呢 到了第三个医学指南的时候 就是新冠疫情医学指南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中药配方 药方就出现了 那对于这些中轻度的新冠病毒感染 会用中草药辅助治疗 中草药的好处在哪里呢 中草药也会抑制炎症 但是它又能够提升免疫 它是非常好的 解决了激素类药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开始我们都有呢 中草药的医学指南放在里面 第八版之后就没了 原因当然非常多了 因为中草药用到临床真的不容易 因为呢 中国呢 整个的中草药的现代化进程 是很慢很慢很慢的 所以你去看到说第一个药材呢 没有以前的好 所以现在很多老中医很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以前药的那些量到现在你开出去之后 很多是无效的 为什么 因为药材里面的有效成分比以前少掉非常多了 我们都是种植的 以前都是野生的 而且不是野产地的 所以里面很多的成分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同样一味药 药材的有效成分减少 再加上呢 药材的储存过程已经出问题了 很多的储存过程都比较差的 然后药材的萃取 你古代我们你看用水都会很注意 到底是用无根水呢 还是有根水 然后呢 炖的火是文火呢 旺火啊 什么时候炖呢 要求都非常严格 现在炖中药都随便炖 在家里用小锅炖 中药厂呢 大锅炖 所以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后呢 中药的萃取技术没有太大进步 因为呢 我们这些植物化学因子呢 不能够人工合成 只能从中药里面给它提起出来 那提起的技术呢 整个技术进步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因为本身提起是不容易的 特别是如果要集体变成了静脉低剂 那个纯度要非常高 才不会产生过敏反应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那个图幽幽呢 就是只萃取出青薅素 青薅素是可以做静脉低剂的 它有这样的一个专利 它就获得诺贝奖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萃取这样的一个技术 是非常有难度的 没有难度就根本不用获得诺贝奖了 所以整个萃取技术是很难的 所以以前我们会看到市面上 我们有中药要做静脉低剂 那现在国家都把中药静脉低剂 几乎都下架 因为致敏度是非常高的 我一个邻居 以前住的一个邻居 他太太是很注重养生的 自己会去运动 老年打血 然后吃牛脆 非常认真的 他自己高血压很严重 他只听医生的 医生跟他讲 每年就去洗洗血管一次就好了 用中药药 所以第一年用中药药洗一洗 他也觉得很舒服 第二年春节的时候喝了很多酒 自己身体觉得身体不舒服 他也去医院低了五瓶的中药药 五瓶之后肝腎衰竭 一个礼拜就去世了 严重的过敏 严重的过敏 所以中药药静脉低剂 是很难去提存的 那我们现在静脉低剂是很少 几乎不太用 所以大部分还是用吃的 就叫做肠道给药 那肠道给药也是一样的 就整个的中国现在对中药药的萃取技术 就没有在进步 没有在进步的话 第一个你去看到 里面到底含多少量 不知道 有哪些功能 不明 副作用 不明 你就看到现在所有的中药药 上面写着的是成分功能 但这个药有没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经过临床测试 然后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 不明 副作用也是不明的 啥东西都不明的 那怎么会走向世界呢 所以现在在健康管理当中 中药药非常重要 但中药药的现代化进程 是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中科研才找到 安利的植物源发生中心 共同去开发研究 中药药的种植 萃取 它有很多的合作项目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会看到 纽粹还参与到我们整个的 大健康战略里面 那纽粹在这方面本身就有优势了 它不会告诉你副作用不明的 它就直接告诉你没有副作用 我们是什么呢 食物 我们最大的一个技术 就是把中药药里面的植物发泄因子 提起出来之后把它变成食品 那以前我们本身就有一些营养素了 现在跟中科研在研究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些方剂会出现 比如说我们的汉本炊的青润啊 我们的那个宝明啊宝卫的这些都是新用的这些中药药的技术来做出来的这些产品 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呢我们在炎症抑制方面呢 我们用纽粹来的产品呢 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因为我们把中药药制成什么 食物 但是它里面又含有呢 中药药里面的有效成分 那这些成分它都会有功能存在 而纽粹来的好处就告诉你 这个成分里面一片含有多少 一瓶还有多少 量非常精准 而且我又是食物就没有一些副作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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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